Hello 你們好 現在是11月28日 11點48分 市場下跌了361點 曾經最低 我們看看圖片 曾經最低 市場下跌16833 16833 即是你比起 現在來說 差不多跌了700點 現在就收回上來 17000點就守住 下個位上來 17300 如果衝得破守得住 就再試上17700 17750 那些位 整體的市場又如何 今天就之前升得多些 例如碧桂園 碧桂園服務 或者是一些保險股 內房股 包括華潤置地 這些都仍然維持跌 但是很明顯看到 看到 看到很多 很多股票 譬如舉個例 2318 平安保險 這是5分鐘圖 5分鐘圖 急跌了之後 就很快地抽上來 這隻是平安保險 譬如 招商銀行 急跌之後又扯上來 當然這個扯上來 沒有上去 上一天的收市 36.25 例如招商銀行 平安保險 平安保險 都沒有上去 之前的 43.85 仍然跌了4% 但是 有個別股份 譬如是 中國建財 差不多 打平 6.41 而 好像 移海這些 倒升 比起 上日 星期五收 去到 18.5 包括 沙布沙布 升回6.23 上日 是5.8.5 內地的疫情 確實是 增加多了 這件事 我們都是要 有些擔心的 但是似乎看到 在 恒指的 裡面 很多股份 那些錢 就沒什麼走到 那 今早來說 是因為 內地疫情 增加的影響 消息 底下就 低開了 很快上來 而 就 所以 看回 其實 就好像 一些 內房股 譬如 美的 置業 或者 碧桂園 還有 保理置業 這類 我相信 內房 因為有政策支持 特別是 美的 和碧桂園 我相信 就在 它的資金 支持下 因為內地 銀行的融資 是比較大的量 相信慢慢會 賺得住 這類股份 雖然 就是在 現階段 股價 就 都 站在較為高 的位置 所以如果大家 要投資 在這些股份 就要 採取一些短線 看著短線 趨勢線 來做的策略 譬如 碧桂園 來說 它今天 最低 就落過 2.74 現在 就在2.94 那裏 現在2.94 接近最高位 今天 最高上 3元 邊 如果 回到 集結的話 看看它有沒有機會 去回 這個是5分鐘 圖 去回 2.8元 那裏 去回到2.8元 那裏 才考慮 慢慢 逐步 去 要換馬 或者 要買 少量 小柱去做 這個是碧桂園 碧桂園 碧桂園 它有500億的 油柱的 額度 對它 未來的發展 會有幫助 當然 內地內房 不會很快 大幅回暖 這個需要時間 不是一時一刻 馬上發生 而 美的置業 呢 現在 是 10.62元 你看 5分鐘圖 它 曾經 下跌 最低 今天 是 10.22元 然後 上日 收到11元 最高 扯回到10.82元 現在 10.62元 看看 能否去到10.05元 左右 這個就是 我的短期通道 10.04元到10.05元 這裏 現在是10.62元 再去那裏 再考慮 但如果要做的話 都是小住 不是很大住 另外 平安保險 內房 如果恢復好一點 對平保有幫助 平保 現在是 41.75元 急跌過之後 很快收回 所以它沒有去到之前的高位 之前高位 就是 上一天的收市 星期五 是43.8元 高位 沒有去到上日的收市價 那 變了 就 不需要急 現在 41.7元 看回日線圖 今天最低的位 是40.35元 如果近40.35元 今天低位 那 才考慮 作為中線的部署 才慢慢買回少少 因為 因為看到資金都是強的 那 雖然市場是反覆一點 你看回指數 我曾經說過 17,300 守不住 17,000 17,000守不住 就有機會 如果跌穿17,000 再低的話 就落去16,500 而 現在 你看回指數 其實 今天 就低開之後 就收回一些上來 那 而 這裏 16,500 是一個平台 你看回日線圖 那 而看回周線圖 它確實是 上前一周 是 曾經出現過 那支十字星 就落到這裏 那 而這裏 它可能 有機會 前兩周 陰陽足 那裏 一半位置 大概 就是 16,500 左右 看看 會不會 這些位置 會再碰到 但如果不是 它收回 173 就會試177 177 上得到18,000 暫時18,000 就是一個 挺大的阻力 就未必上得到 那 市場不是大好 因為 有錢進來 但是 內地疫情又不穩定 那 拉拉腳腳 和外圍美股 又不是完全一面倒 那麼好 那 年升了那麼多日後 美股有機會都有回套 那 場外美股又跌回百零點 那 所以 這是拉腳 所以暫時來說 都是一個上落幅度 那 下面位 一萬六千 五百點 就是一個位置 那麼 再低一點 可以不可以呢 再低一點 就是一萬六 就是那大的裂口區 那 如果再數下去 就是一萬六 一萬六千五 這個位置 就是大的 那麼 這個位置再上去 就是一萬八 暫時的阻力位 就是整體的市場就是 這兩千點上落 一萬六萬八 這裏 那現在是一萬七 那 所以呢 但是個別股份呢 就已經開始慢慢好一點 那 裡面 譬如大的指數成分股有 這個招商銀行 那 這個 你如果有些貨 不想拿的 可以換馬的 那 這個招商銀行呢 因為它是這麼多隻內銀裡面 是比較落後的 那 另外呢 平安保險 因為內房好一點 平安保險是受到內房的影響最大 所以它都跌得多 那麼保險裡面最多是它 那麼它現在來到這些位置呢 也都是 慢慢有一定的直播率 那麼這個也是可以留意的 那麼 那至於內房剛才講過 就是 2007和3990 那麼另外一隻呢 就是講那些 新能源 或者再新能源那些呢 清潔能源呢 就是光大環境 光大環境是一個很漂亮的股份 一個資金進入 那麼現在是3.27 那麼今天來講呢 基本上呢 它是跌了3.5% 那麼 就 看回 今天來講呢 它就 錯了久之後 就上回一點 那 那 不是算是很 影響很大 那麼 它都是在 星期五的那支羊竹的裏面的 它都是收回在裏面 雖然跌了3.5% 那麼 那這些呢 就是 如果你看回 個五分鐘圖呢 其實它就 都是在那裡打 打底集結的 那麼 那麼小時銅來說呢 就是3.2號 3.2號 3.2號 3.3號 左右 今天最低3.2號1 3.2號3 現在3.2號7 3.2號3號 這些位置 可以慢慢考慮的 那麼 那麼當然如果它再跌 跌穿3.1的話呢 當然要止蝕 3.1如果跌穿了 在小時圖來講 就頑皮了 那麼 但是如果不是的話 這些都是 OK的股份來的 那麼 招商來講呢 就都是了 近期呢 就是 你看回 日線圖來講 就是 它在33元這裡 就是 上一個 星期的低位 在這裡 那麼 這些位置 如果今天最低 33.3號半 那麼 今天看到這些近低的位置 你可以留意 買回一些 但是如果33元 就不要買了 看看它可能有機會再跌深一點 那麼 這個就是 等它跌深一點 才算 那麼 因為始終 始終還有幾百點 如果真的要再試 下面 那麼至於平保又怎樣呢 平保又是 今天這個低位呢 跟早個禮拜的低位呢 四十元左右呢 就是打平的 那麼如果四十元 穿的話 又是要大家看先的 不要急著 那麼 近回四十元 哪可以考慮 那麼 至於美的置業這些呢 還有 2007呢 都是靠在高位的 那麼 變成這個呢 就是 要 注碼要 考慮要小心一點 要留意注碼 不要太大了 因為始終來講 它升了上來 但是 如果你說 好像碧桂園那樣 它今年的高位呢 是說著很高的 去到 七個幾人錢的 那麼 現在都是2.94 那麼 所以呢 看看它今天呢 再集結一下先 不需要急著 那麼 如果它 嗯 內地的疫情 那樣東西 慢慢能夠緩和一點呢 還有呢 就 整個走勢 香港的港股呢 能夠在這些位置 站穩定一點的話 那就可以 著兩去 慢慢去 去侵些貨 那因為呢 我們不是說 短線的一日半日 那當然 短炒呢 如果你說 炒 這個 碧桂園 美的啊 或者 平保啊 招商銀行啊 這類呢 甚至乎 剛才說的移海啊 這些呢 你看著5分鐘圖的走勢呢 如果它升穿呢 那你去做呢 都可以 啊 那麼 跌穿呢 升穿了 升升下不升跌穿呢 就走呢 都可以的 這個是5分鐘圖的做法 那是即市的 那這些呢 我建議不到的了 那你們可以 日常 但是要看實去做 啊 那 啊 那 剛才說的那些股票 都是不錯的股票來的 啊 包括 近期中國建材都做好一點的 啊 那 一些 其他股呢 比如比亞迪呢 那 暫時來說呢 比亞迪呢 就是 不是很理想啦 比亞迪呢 就因為有 這個 北非特沽 所以呢 今天來說呢 就算它反彈彈上來呢 都是 不是 很夠力 啊 那都是在那 慢慢橫行啦 變了呢 它是封了頂的 啊 那所以呢 但是今天來說呢 最低去過165.1 那就是說呢 我短期說的那個位呢 就是 165 165元這裡呢 是 我說下一個位是165元的嘛 這個見到的 啊 見到165元之後呢 可能輕微有些回升回的 那如果要做比亞迪紅的呢 可以等它再升回一點點 啊 那就不需要急著 啊 那至於 美團來說呢 就今天升的 啊 今天呢 就 開低 啊 129 因為它的業績是不錯 啊 上天呢 136.6 現在137.6 最高140元7毫啦 啊 但是美團也都那句啦 那它升極呢 也有限的而已 啊 那我這個日線圖呢 那條短期的平均線呢 是144元 啊 那我相信這裡會壓到實的了 那不要說144了 啊 啊 近期來說呢 就試過是幾天都是在740元那裡呢 就頂住的 那所以呢 啊 今天最高140元7毫 所以挨近140元的話呢 不妨你們想做回 美團紅的可以試一下 可以對沖股票 啊 因為你始終有貨買了呢 你擔心的 那美團的紅的話呢 你可以看一隻呢 就是 155元收回的啦 那 那這隻呢 就是 那這隻呢 那這隻呢 就是 杠杆的杠杆有7倍 这款杠杆稍微会近一点 但是之前南非那边的股东 都会沽美团 美团在1月份派出很大的量 所以美团很难升上去 所以155元这个位置 也是列口区所在 短期可否扯到这么高呢 我就比较怀疑 那你们可以在 近140元才可以慢慢少量去做 如果想对冲你手上的股份的话 而比亚迪的红 就有60403 就是200元收回的 这个是发行的红 就是500对1 比亚迪尔加来说 就沉在底下 上面的回升幅度有多少呢 不是太多了 上面的回升幅度我估计 就是 就是 顶了 是 178元的 如果上了178元 附近都可以考虑的 那当然 如果它再跌穿了 近期的低位 160 元的话都跌穿的话 你就可以追买 这个比亚迪虹的 如果160元都跌穿 那这个势就很差 那现在呢 畢竟来到这个位 就是333元 最高的 一半的话 就是166.5 那今天呢 165.1 最低就是165.1 166.5 叫做 跌一跌 这样的话 有机会会升回一点 但是 升回到哪里呢 就是昨天的 星期五的收市位 172.3 就是 星期五的最低位 171.3 就是说 上升到171元 可能已经初步压力了 那你如果是 担心股份的 用来对冲一下股票 可以做这件事 慢慢做 因为不是用来短炒的 而是用来对冲股票的 那就可以这样去做 那今天呢 就讲到这里 那大家慢慢做 因为市场都挺震荡 但是呢 似乎大的资金就没有走到 而且降了准 那对内房 内银那些 内险内房内银 都是慢慢都有帮助的 但是就 就是 A股现在跌了32点 那就慢慢来 但是如果内地疫情 能够 多一些的灵活度的话呢 在那个 控制那里呢 可能呢 就对整个市场 都会有帮助的 那慢慢看 那今天就讲到这里 多谢大家收看 喜欢的朋友记得按like 还有介绍这些朋友圈 有了你支持 多谢你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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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